Hello 各位小朋友们 我是马同学 前段时间编辑部做了一期关于山河令的视频 没想到仅仅过去的两周 主演龚俊的微博粉丝竟然破一千万了 这么厉害 随着热度的剧增呢 大家也纷纷开始好奇 龚俊 谁 咋就突然爆了呢 来 今天的挺腾议题 从胡咖到霸平 龚俊的爆火之路是怎么走的 别看现在龚俊的人气爆棚啊 在山河令之前 像他自己说的 就是一个十八线的胡咖 十八线 进入游乐圈之前 龚俊在东华大学读表演专业 比普通人稍微有那么一点优势的 就是他一米八六的大高个 和帅气粗淘的颜值 也正是因为条件不错 为了赚钱 大学期间的龚俊当上了模特 业务范围广的什么程度呢 这是他 这是他 这也是他 这些都是他 还记得当年在快看连载真人漫画 一日男友吗 没错 你看到的就是龚俊本俊 在广告模特界混了脸熟的龚俊 毕业之后 他又一个人去北京追寻演员梦 和大多数的北漂一样 龚俊有大半年的时间找不着活 还被经纪公司骗过 当时来北京有很多公司找我 聊了之后觉得不是很靠谱 作品没给不说 生活费都没给我 用四个字来形容龚俊早年的演艺生涯 那就是 不合时宜 2015年龚俊出演网剧刀剑缭乱 正式进入娱乐圈 出道至今演了13部剧 其中12部网剧 10部难移 可以说是作品不算少 但热度没见长 山河令也不是龚俊第一次下海了 早在2016年的时候 龚俊就和徐峰搭档出演了双男主剧 盛世 结果因为某些不可抗的因素 还没播出就被下架了 盛世生不逢时 那会儿的龚俊有多胡呢 妥妥的一个三无选手 无粉丝无通告无代言 甚至连综艺都没上过 机场图也是经纪人派的 称得上是18线艺人团队的典范 直到去年 《红结婚开始恋爱》这部剧播出 才终于让龚俊有了点热度 我们常说胡就是原罪 那龚俊为啥能从众多的胡咖中脱颖而出呢 连续部考古发现 原来龚俊就像是一个快乐的打工人 把微博当朋友圈 没事就喜欢发点有的没的 活跃的像个假号 粉丝评价他是 快乐男生全国总冠军 因为平时的龚俊是这样的 唱歌时的龚俊是这样的 我好喜欢你 爱你 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 从胡咖到罢瓶 始终不变的就是对钱的执着 别什么婚呀 先赚钱 我得赚钱 赚钱重要 在当今的娱乐圈 像龚俊这样胡的有自知之明 还从不卖惨 反而乐在其中的真的不多见 小透明 也正是因为这样真实有接地气的性格 看见龚俊 我们总能够感受到纯粹的快乐 就像他自己说的 做艺人也好 做演员也好 你的目的不是把桑带给大家 而是把快乐和开心带给大家 开开心心的不好吗 现在大家都生活这么苦了 谁愿意看到桑的东西呢 其实和龚俊同样类型 入行多年还是不温不火的网剧演员们 还有很多 而了解一番过后 文文不难发现 龚俊的爆火之路 是偶然 也是必然 当别人面对黑历史闭口不提的时候 他丝毫不介意 没关系 大家开乐快乐就好 当别人极力地避免粉丝磕CP时 他主动配合营业 一点也不避讳 磕呗 咋磕咋磕 开心就好 当别人想靠一部作品爆火的时候 他知道积累对于演员的意义 就相当于一个台阶 一部一部作品积累起来 你就会让行业内的更多人都看到你 当别人红了之后 疯狂上综艺刷脸 赚快钱的时候 他却说 虽然总把发财挂在嘴边 但龚俊却并不公立 当别人在集资搬家的时候 他用卖书赚的钱的公义 倡导粉丝 理智追星 支持一下作品就够了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 一定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演员作品才是历生之本 集资搬家什么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不重要 所以唱到这边 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龚俊 没有被突如其来的人气冲昏头脑 而是始终保持了清醒 知道自己是谁 自己为何而来 又将要去哪 这个告诉我团队 大家不管对任何人 任何事 大家都要像大老公一样 见过了太多靠营销人设 才能生存的明星 而龚俊的出现 让我们看到了 真 我不想搞什么人设 这就是我 我又喜欢你的性格 这么多年来 龚俊一直勤勤恳恳 踏踏实实的演戏 在积累了众多作品之后 他以自己的实力 得到了山河令 巨方的认可 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山河令播出之后 龚俊的人气 长得有多快呢 活了之后 龚俊的通告就没停过 大大小小的十几家媒体采访 上了王牌这样的一线综艺 曾经一个代言都没有的他 如今也有品牌 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说到这儿 编辑部流下了泪水 曾几何时 我们也向龚俊发出采访的邀请 然而至今还在排队 在娱乐圈浮浮沉沉的大环境里 能够保持出心不容易啊 在龚俊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属于他的财富密码 他真实亲切 阳光乐观 勤奋又清醒 他既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也像是我们一位遥远的朋友 我们期待着龚俊能够通过这次爆火考验 为观众带来更多好的作品 也把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